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字 马来西亚有35%的青年 每天上网长达6到7个小时 再加上近一年来疫情来期 上班族还有学生都得要待在家里 透过网络工作或者是学习 这或多或少都加剧了上网的时间 正处于某董时期的青少年 如果沉迷于网络世界 家长又缺乏督促的话 恐怕将会顿化身心发展 甚或误入歧途 而近年来盛行的网络游戏 也让许多孩子沉溺于其中 严重程度还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就在2019年 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 确准者常会出现的症状 就包括了心理抑郁 忽略健康饮食 视力或者是听力下降 睡眠不足 影响日常工作等等的问题 今天的Newsbook邀请到了 生命线协会 擅长于网络心理学的谢成讲师 一起来聊聊如何不影响 亲子关系的情况之下 让孩子不沉迷于网络世界 很多的家长都讲说 哇 他发现因为前阵子很多 都是进行这个online class 所以在online class的时候 发现小朋友只要不盯着他的话 他就开始在 可能就开另外一个tab 在划其他的网站 或者就是在玩game了 当我们讲网络沉迷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从他的时间长度来判断 比如说他就算每天只是打三个小时的game 但是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业 或者是他的工作 那我们也都会觉得 他是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 倘若发现家众孩子有网络成瘾迹象 需找到问题根源 方能有效解决 就是现实生活中 他有很多的挫败感 拿不到成就感 没有亲密感 那么他怎么办呢 他就在成瘾的世界里面拿到 你也不用一直常常去唠叨 或者是去折 或者定一堆的很多的规则 其实很多时候 只要你找到他的兴趣 或者找到他的动机的时候 那很多东西都会省下来 谢成也套用宫廷距离的抗衡之道 既培养孩子正向的兴趣爱好 进而减少接触3C产品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找回他过去的这些兴趣 让他旧爱复燃 然后他就重新去投入在新的活动上面 新的兴趣上面 那么自然就比较不会网络成瘾了 曾是眼母的叶桂兰 过去因为眼管孩子接触电子产品 导致亲子关系疏远 以前我也像很多的父母一样 就是会担心孩子可能会沉迷网络 然后会接触很多不良的讯息 会影响功课 甚至会结交到可能不好的朋友 那甚至有时候他把自己呢 关在房间里面 那我不晓得他在里面呢 是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上网的话 他是在看着什么一些网页啊 如果我不改变 我继续用这一个方式的话呢 我觉得我会慢慢把它推出去 那有一天呢 可能他就变成是一个叛逆的女生 可能我就是那个背后的推手 后来参与亲子课程成为慈继志工 叶桂兰开始改变教育方式 他们控制我也是会觉得 我就会觉得很不耐烦啊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会完成 我会在那个deadline之前完成 然后就我就讲啊我会做的 那我们家长呢 要扮演的角色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引导 只要做个品的引导 那品的没有问题的话 其他一切都OK的 所谓物极必反 只要善用科技网络 也能为学习带来帮助 一些电脑的知识 可能有些人他们不知道 怎样截屏或者是屏幕录制 有时候老师也不会 然后我们作为学生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去找老师 就教他们怎样做这个 老师懂啊 老师也可以去分享 谁能载舟亦能复舟 无论大人小孩 唯有懂得拿捏其中分寸 才能避免生活被 另一个虚拟世界给绑架 麦大爱刘婉君 如果冲击龙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